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诸城 为您转播直通路的单 2011年世界平方球锦标赛 中国女队选拔赛 这场呢是女子丹达决赛 是由李小霞对木子 我们今天呢 非常高兴的请到了 这两位决赛选手的主管教练 李笋指导 做我们的解说顾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老师前啊 在休息室我也问木子 我说这场比赛你是37还是46 他给我来了一个 他说19开 我说这么没信心啊 不至于吧 不至于不至于 我觉得不管是过去什么水平 只要能打到决赛 我想应该说就是市经理的比赛 所以你还是看这个场上的发挥 而且越是这种情况 认为自己下风的时候呢 可能在心理上 给这个李小霞造成更大的一种心理压力 因为他觉得可能过去都赢过 但是真是到决赛的时候 他对手会发挥成什么样 他心里可能也没谱 今天下午 李小霞打完半决赛 就回到宾馆 可能一直在关注这场 在电视机今天下午有直播嘛 所以一直关注了这场比赛 所以我想他可能也知道 这场球一定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绝对不可能像这个小组赛这么简单 4比0就会结束 李老师从您的内心 还是希望这场比赛谁赢比较好 我觉得这两个人 不管谁赢 我觉得对他们两个人都非常重要 因为李小霞还没有参加过 还没有拿到这个世界比赛的资格 所以他拿了会可能 这个对他来说 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一些吧 但是反过来说 这个如果就是他没拿到的话 他可能还会有一定机会 但是如果木子 自个儿没有 不是凭自己真的本事 拿到这个入场卷的话 他可能没有参加世界比赛机会 可能没有厉害大一些 好球 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就是木子呢 他是反手生交 反手他是以速度为主的运动员 正手的进攻能力也比较强 这运动员就是比较散一点人 不是特紧凑的 是 他可能这个小孩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可能自己慢慢的 可能也不像小的时候 那么不懂事 因为他这个 我认为木子从身体条件 包括正手反手的这种均衡性 包括他手感 包括他跑动能力 都还具备一定 具备一定水平 但就跟你说的 就是他从小呢 都比较散 好的 在开局啊 木子 打的还是非常强硬的 反手的这种速度啊 正手的抢冲 开局6比4 对 今天如果要想抱冷的话 我觉得木子的正手是 是关键 是决定性 他一定在跑动当中 这个把这个 李小霞打乱 如果站在四平八稳的打乱 他的机会就会小很多 就是要调动李小霞 对 给他一定的压力 我今天啊 确实 我们感觉到李小霞 作为山东级的运动员 然后呢 这个从技术上 理论上 也是势在必得的 这种状态 但是反过来说 也是一种压力 对 就是一种压力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希望 这个现在 好球 好球 特别是现在中国米队 我觉得 特别需要这个 在这种场合上 锻炼自己 其实咱们不是水平 关键是在抗压的时候 看谁能真正稳定的 发挥自己的水平 这场球是典型的 速度跟旋转的 一个脚量 而且呢 现在随着冰棒球技术的发展 女线上 包括女线 现在就是说 看谁速度跟旋转 结合的会更好一些 因为现在 单纯的速度和单纯的旋转 都已经不够了 对 现在李小霞非常聪明 在前面 不只搏了几个之后 马上调动他正手 对 然后跟他拼正手的实力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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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说 李小霞拼命想调动他 破坏他第一点 让他就 速度首先出不来 这是最不好的 嗯 生肖最 最希望的就是 人家轻调 完了你压下去 这个是生肖 一下速度就打出来了 他突然性比较强 你抬 那个这个 木子本身的正手 刷伤力也比较大 好的变现 这往往啊 就这么回事 就原来可能你很下风 但是你真的打到决赛 李尔导介绍了 到了决赛 那你对自己的认识 也要重新去认识 对 是吧 你首先要肯定自己 我能到决赛 那我就是有这个实力 对 另外这个水平 也有可能就一下上了一个台阶 对 因为本身运动员 就是通过大赛当中 把自己的水平提高一个档次 李小霞 你看 他其实早就应该加力了 他现在 知道思想 还是想 还是感觉 我多挂上他 几把反手 他就会丢了 他旋转还是没完全出来 还不是完全是自己的节奏 还是以跟着木子这个速度在打 就是 快速 就相持吧 就等最多是相持 他也没有完全跟着木子 就没有完全把主动权 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对球木子是侧身很及时 位置没找好 球很轻 其实这个就是 高水平和超一流水平的区别 就像这个 假如如果是超一流水平的 像过去像张艺宁这种球 他想冲 一看点掉了 他会再来一把转 下意识 第二反应 这个其实是在高水平 演影当中 必须要具备的 拔起来 这个球就旋转拉出来了 对了 一加转 这个就是他的旋 他那个李小达的结构了 在小组赛当中 虽然说厉害要4比0赢了木子 但是其中的第一局跟第三局 都是木子 一个是9比5领先 一个是8比4领先 今天又是9比6领先 第一局我认为对木子 非常非常关键 是 现在李小霞呢 把比分反超 11比10 拉空了 这球意识对了 再往前敢敢出手 敢赢一点 这球就拉上了 对了 重心再呼上去一点 就有了 重心再呼上去 木子应该说 从下午半决赛 包括那个四分级决赛 他在关键球处理上 应该说他还是比较有头脑的 而且胆子也还是比较大 这球打得很聪明 小霞及时变对方的正手直线 而且是对方想侧身的时候 这是乒乓球里最好的一球 就是和打在对方前面 和对方成为相反的一个局面 因为现在女的 现在也很多年了 提唱女子技术男性化 对吧 就是说在变现 在反手 在反手为变节奏以后 他都想要撤针 主动的转功 就是说现在很多都是 你看他反手一出变化 把他马上变现 所以现在就是水涨腾高吧 就是大家互相也非常了解 所以打球打得更精彩 更漂亮 这局 李治导可以说 木子太可惜了 10比8领先 我认为木子还是 有一点 不是不够自信 就是说还是不够狠 就是包括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决赛跟郭月 包括半决赛跟那个 他一直都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他有时候 他下来 我给他做场外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叮咕 他的这个 就是一定要狠 一定要相信自己 因为他可能过去 他始终徘徊在中国水平 他其实就是 很少有胜利的那种 在脑子里很少有胜利的那种技艺 所以他在关键时刻 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赢 所以他有时老是缩手缩家 你看今天有几个正手 都是很好的机会 其实就差了那么出手 就差了那么千分之一秒 再狠一点 或者再早一点 再赢上去 再早一点点 再早一点 再狠一点 再用一点力 他就越用力 其实打球就这样 越用力 他越能把球吃得住 其实越用力 自己手上越有数 所以他就 还是差 连续三个球时平以后 都是这么输掉 做得非常可惜 所以你看今天 包括今天下午 跟冯亚兰 本队才打到2比2的时候 他一下来 我告诉他 我说现在你肯定可以赢这场球 其实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就是给他鼓气的解决 忽悠他 其实 我说你可以 忽悠气 果然 你忽悠对了 我说你 他没有赢你东西了 其实给他一种自信 其实你看他 刚才1比0的时候 这第一个球打多干净率的损 到时平以后 三个球全加着保险 全拉出去了 那点都晚 感觉 自己感觉呢 老是那球顶着自己 那球蹦不规律 其实都是他自己出手不够果的 老是犹豫 老是犹豫 如果打成这种局面 确实不好打 现在这种球 就是打到 李小霞的范围当中 他怎么才能把李小霞 给打紧了 打软了 对了 但关键是第一局没拿下来 现在看第二局 还有机会 二秒 木子的正手啊 他的一个是威胁很大 干净利落脆 好球 现在李小霞 现在目前他就 包括世界比赛之前 一定要解决他反手 这个接发球这个技术 他现在这个反手 这个反手为短的 这个接发球 一定要有辣跟挑的 这种结合 哎呀 有了 机会 打坐 打坐反手 太危险了 这球 在中远台呢 李小霞确实 有一点漏洞 就是他退台以后 他这个距离感 差一些 差一些 其实刚才那球反拉以后 人马上应该顶上去 往上往上顶一点 对 他还在那等着这球 看这个木子也加强了一点变化 就反手 他家里的弹了 他没有光 像第一局光反手拉 这个反手下旋弹击 就跟正交 指板正交的这个下旋 起板一样 这球是有难度 因为他要停顿一下 完全撞击 对 不带摩擦 这个需要练 练这个练功力 好的 弹 弹住 发力 转 打出神话了 这个球的确 木子 不管是反手的这种连续性和正手的衔接 另外他的球的质量也很高 而且就是李小霞最近这一段呢 经常出现 什么问题 就是领先了战术打风以后 自己老是早时啊 执行战术不够坚决 你看 刚才前面开局打的真的好 变动手变得很好 打打打又打出来了 现在是木子啊 比较疯的一个状态 在这局上出了一些踩 出了一些亮点 正手抢 他直线 反手弹 7比3 第二局 现在木子领先4分 现在给哪哪有 不好总结 给哪哪有 正手拉反手弹 没有漏洞 李小霞现在基本上是 他的旋转出过来 现在 3比8 其实李小霞 包括今天下午 这个半决赛 其实李小霞的特点呢 还是应该在关键时刻 还是应该 把球打的稍微简单一点 因为他整体打法 不是属于打的灵巧 他还是靠实力 其实跟 其实跟木子打 其实跟木子打 其实逼着他 让他挑都没关系 拉住他 让他没法地板 让他没法摆你短 他今天 刚才开局的时候 老让这个木子 立住他的正手短 所以他就牵着弱 拉起来 反手弹 你看 你看 把球打的很简单 我就让你挑 完了以后 我接把球能摆 我摆那个摆不了 我稍微带一点 晃 搓到你的反手 长一点 让你接不上力 你只能紧拉一下 我把球围出去以后 完了我就收回来 我一板板拉住你 就是他有时候 打打打 就走实了 就是可能这一段比较疲劳 或者人经历 各方面都显得差一点 对 就这种球 好的 木子还是很主动 这个比分段也是很关键 就看木子 就是现在领先的时候 如果李小霞再打得凶一些 那么木子能不能扛得住 能不能搏下一局 像关键能不能缠住他 从小分到局分上 都能缠住他 你看 你看这就是 就让你挑 完了我第一板就加转 我就把旋转加出来 完了你只能形成 你只能挡我 不能加溜 完了我再有机我变线 完了我中间反手撕着你 有机会正好再冲你 没有机我正好再拉住你 就是说 两边能抽住对方的时候 这生交就比较别扭了 这个时候木子也挺难受的 就是他怎么样能有一个捷径 更简单的一个方式 如果现在硬碰硬的话 那对他来讲 现在可能李小霞会更好地去 木子现在又忘了 就是今天下午我都跟他急了 就是说 一个中间球不许发 你看他还又发在李小霞的中间 你一定要把两个脚发开 两个小三脚发开 他就不 这个人离身体越远 越难控制球 你看他老发在人家中间 人家调你也行 拉你也行 摆你也行 有时候运转就这样 打打就忘了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需要一些场外的指导 但是我想 对于高水平运转 就是说 真是到决赛的时候 往往都是 中国人自己打 没有教练 所以他们自己练着 对他我觉得还是有好处 好的 弹 这个球啊 手腕这个发力相当集中 而且呢 他是没有什么多余动作 完全是靠手腕那种 生猛的这种弹 加油 摆起来 反手弹 哎呀这一局啊 九平 这两个反手木子 都是打得特别硬 关键是 李小霞不够转 所以他就硬了 他这局转转没出来 李小霞又想拨了 那下就等人失误了 所以就是说 自己的核心技术 主要得分的技术 越是在关键时刻 越要大胆的运用 李小霞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这个问题始终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 就是一到着急的时候就想突快 一到着急就是突快 其实李小霞的最大的特点是旋转跟力量 这两个他结合的非常好 一图快不行 一图快他就 因为他本身可能 个儿比较高 他的速率不是很快 所以我有时候形容他 我说你拉过你球 一定要想跑 不是机关枪 突突突的 越快越好 你看痛痛一下下 你看这个就好的好球 痛痛 这种旋转也要出来 这个才是他的核心技术 而且你看观众们的大家看 就是说李小霞现在都是感觉不行的时候 我必须好几声 一打他打他中局的时候 马上人又显得很沉闷 就说明他那种精力始终没有掉到最高 没有特别 持续的 持续的完全投入到比赛当中 好的 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在山东珠城 为您转播的直通路的 中国冰方球女队的选拔赛 珠城被称为中国龙城 有106万人口 黄碧 公子 看 加油 整体离到现在的感觉就是说 李小霞和木子的比赛 除非今天李小霞发挥也挺正常 除非木子打得特别超水平 脖子特别凶 这球才有希望 好的 这个才是两面反交 打生交最有效的一种战争 两面抽着你 你有机会 振手一下 反手抽一个直线 振手一卷 这个是最有效的一种战争 这个时候应该说对李小霞 比较大的考验 就是他往往 这时候他老是松一下 好球 好球 哎哟 这个球太 这球把 八心脏都打掉 我估计 心里面 他一阵心寒 这个球是手到擒来的球 你看 再慢一点就好了 所以对他马上肯定会有影响 这刚才那球我觉得 大意了 有点 人重心没上去 完了全靠手拍 对 李小霞又犯这个问题了 你看 他就这一段一直出现 那天你看 他连续好几战都没有拿到冠军 他最主要是这个问题 不是他 其实他现在技术非常正常 其实竞技状态更完全 他现在就是 可能 自己有时候摆不争位置啊 或者自己思想想的多了 影响他一些技术战术的起伏 最主要还是心态上的一些变化 一些起伏 5比2 3个球 一个高球没打到 没打到 然后2分 他的旋转还是完全可以 遏制他的速度 是 只要把旋转能拉出来 5比6 你看 现在你看看 就显得明显的 衔接就慢 那人不够兴奋了 马上就不够 你看 上那炸火了4个球 马上 一下就突然就沉下来了 这种 其实这种心态的起伏 都会影响你技术发挥 就是你 你气特别足的时候 你过去那个球 带着气 那球旋转 你明显不一样 现在就有点被动了 木子呢 也缓过来了 有点 对 往往你看他好几次的书 都是这样 已经把人打得没什么办法 他自个儿莫名其妙 给人创造了很多机会 其实在这种高水平的较量当中 在场上 你怎么样去扩大优势 然后呢 你在场上的这个 特别是你一分都不能走神 对 一旦走神 马上就一串 我记得张一宁王楠像这样的 最顶级的选手 在比赛场上可能也 最多犯错 也就一分球 对 一般也就一分 其实呢 很多 可能 这个观众啊 或者球迷 很想 哎呀 这个这种比赛 还是一直对外吧 这个 主要大赛中 行就行 其实不是这么个事 其实 其实就是一种能力 你只有到平时这一点 一点积累 你才具备这种能力 就是我想 不松又不松 我想我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我一直每分扣得很紧 其实这都是靠这种 平时训练 包括平时的这些比赛 一些公开的比赛 队内的比赛 刺激大的比赛 刺激小的比赛 都要能做到这种 挑打机会 你看到最后 王楠 张一宁 两个人 只要一拿起球板 往台上一站 他为什么给人感觉 心里踏实呢 其实他不管是 世界比赛 还是平时训练 他对那每一板球 都是非常投入 非常认真的 所以他就 很少有这种情况 就是一打球 训练也得赢你 训练也得对 就是我丢一个球 你看王楠丢一个球 特别打赛之前 我训练丢一个球 好像掉块肉一样 是 哇 好球 你看现在这个 李小霞老是 主动在变节奏 是好球 但是他始终 没找到自己 加厉的那个点 虽然你看他 一会儿轻一会儿快 但是他都跟着 人家那个节奏变 就是说他变满节奏 的目的是为什么 应该给自己腾出来 腾出手的加厉那一板球 拉住 第二板 反手弹 你看他马上又从 叫了四个 马上又 打了 一个高潮 一个高潮 一过以后 马上又变成 一个机会就打不着 完了又变成 现在又吹脱丧气 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好的 嗯 十一比八 这样木子拿下了第三局 二比一领先 这局有点戏剧性 嗯 大比分领先 是上来 赤头都很好 但是就是一个高球 往往一局比赛 他都有一个争夺点 这一局的点 就是一个高球没打着 然后下面 整个人的气 包括自己 对自己的影响 我觉得太大了 对 就说现在 为什么 现在他们这个 他们现在这个 还没有给观众 给球迷 特别心定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 张艺宁和李小霞的决赛 当时 三比二张艺宁领先 十一比十的那个球 张艺宁已经都 拉了一个李小霞 很大的一个脚 李小霞一勾 勾的 勾的那个网架上 完了碰了一个擦网 最后 捞回来了 打到 完了最后李小霞赢了 赢到三比三 按说这个观众都已经 都已经与别结束了 在这么大的情况 张艺宁在第七 就还是跟他并 最后把他 把李小霞 最后还是并赢了 这说明就是 其实这是一种能力 虽然你一个球打不着 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我接着再打 因为我已经 他也不能算两分了 对 他也不能算 就打不着 我正常打 你看他这个打 马上那气就下来了 完了人家打两个好球 他马上又垂头藏气 你看现在 马上人家又沉闷下来 这时候反而更应该 记起自个儿斗志 现在木子我想还是要充分的 利用正手 就像李之导在前面讲 如果木子今天 如果想赢的话 必须要从正手 正手的这种进攻 有大的突破 对 我反手能靠住 你看现在明 现在非常明显的 就是李小霞 已经有点不耐心了 这球什么都有了 现在 对 李小霞呢 相对就难打一点 木子反手 现在靠住 能够稳住 还能够加力 正手呢 也有进攻 也有侧身 哦 哦 反了 有了 你知道这时候 是不是需要叫一暂停了 嗯 如果照这么打下去 现在是4比2 那应该 我觉得是按正常来说 现在应该是 没有 就是李小霞 还应该 还应该 不至于 就是他现在 我想他不会这么轻易的 就乱下 就是说 他现在不 就是说 他时间有点长 像这个 最多一两个 对吧 最多一两个 扫神或者不行 马上又斗起来 你看他现在 全是 这种表情啊 动作啊 全是 为难情绪 不是很积极 人往下走 往下的 那坠的 都是那种感觉 就是他应该给自己 更多的一些 积极的一些暗示 啊 3比5 基本上没有一些很明显的漏洞 相持 反手的相持 正手的进攻 命中率都很高 拉起来 弹击 弹 转正手 第二把 弹 撇 哇 好球 其实他这个 弱点有点较劲了 其实这球往中间拉一半 也就赢了 我觉得有点什么 这个 就是 状态太好了 人有点站起来了 你看特别是侧身的时候 感觉的是 怎么打都有 怎么走我都有 如果再能够 抠一下 拉住个中间 这球 可能会 拿下这分 现在全台都有了 满身都是球 甭管给哪 这 这就是叫打性了 打顺了 真的是 一个他打性了 一个就是李小霞 刚才我讲 他身上没带着气 这个球 没顶上气 所以他都是在 布隆 两边和胡隆 质量不行 从肉眼上看 差不多 但是其实实在 实在那个球 质量差了很多 他打这么好的球 刚才包括 防的那个球 防的那么好 按说这种球 撒 应该非常非常 给自己提起 给自己鼓劲 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 他刚才前面 喊了几下 是吓唬人还是干嘛 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这种 就是说他 老是在这种比赛当中 没有完全的 释放 释放自己 这有点崩了 这时候擦网 简直就是雪上下霜 所以就说 这个 李小霞 这个运动员比赛 就是有场外 跟没有场外 差很多 他那个 这个场上的变化 包括自己 给资格 那个 进 这时候啊 物质也会出现 一种情况 这情况就是说 当一个运动员 在场上比赛 特别顺 打得特别性的时候 有人说物鸡必反嘛 杯满则溢 水满则溢 所以这时候就是说 太性了 往往注意 不注意这种 击球落点 和击球的这种 变化 一个节奏猛发力 现在场上比分是7比8 李小霞呢 还在第四局 落后一分 好好去 你看就是李小霞那种球 发问这球的目的性 一点都没有 发问一场球你要干嘛 不知道 不知道 发一个等人吃 或者过来以后 随便打 落点也没有 要不你中间 要不你大脚 拔出来这球 退出来之后 反手加力 加转 加弧圈 现在9比8 你看这个场上打 就是人家打到小孩 跟你拼 人家打到超市里面 很正常 你看他现在打球 好像自己 跟自己在赌气一样 这些 女运动员 特别容易出现在场上 就自己跟自己生气 也不知道生谁的气 其实生自己去 跟自己过不去 较劲 就跟 其实也就是说 特别疲劳的状态 就是咱们正常人 也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你作为运动员 你要想拿10点比 就是你不是常人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对 白短 拉起来 反拉有了 李小霞这个球 是绝对的这种实力 是吧 一看这种 心很定 很稳 他有这个底子 你看 你这时候如果没技术 你保住 肯定拉不着 反拉不了 对 看木子 现在领先了以后 全是侥幸 拉完了 小高调 拉完了 别过来 其实这种球 你拉完了 那你还应该去保护正手 对 或者是拉到李小霞反手 然后准备下一板 对 其实就是运动员 都会有这个过程 这局球 对木子 太重要了 刚才木子在连续反手弹之后 侧身的这板球 没拉出质量 现在正手要出质量 对 正手如果 不能得分的话 杀伤力不强 这个球 他整个威胁就减弱 这球 看个木子敢不敢摸他一个 他这球肯定是发这种 小上下 不是很短的球 弹 李小霞终于拿下第四局 双方在前四局那就打成2比2 这个纯属是小将 真的没抓住 这局太关键了 对于他来说太关键了 而且应该说很大 有很大的机会 已经把李小霞打烦了 到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一个是木子 还是缺点变化 对 打得太平淡 光是扛扛扛反手 而且他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落点 第五局比赛 其实应该还是应该 多给李小霞一些中间 正好 好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双方的第五局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 今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 第五局比赛的参赛 多比赛的参赛 第五局里 你看现在这个 刁鸭还没有完全静下来 其实你应该 正常来说 你侥幸赢了一局了 你应该人马上静下来 好的 现在您有没有感觉到 木子的大路球打得太多 对了 大路球 球只要抠得不细 然后呢 这个打粗了 这球就对木子来讲 会非常难打 对 你看他现在好像 木子现在你看 也是这个 好像那性劲过了一样 他需要精细 特别是他正手啊 控制反控制 对 发球也不严谨了 完了对对方 百万对方对方来球 也不很精细 就这时候木子应该 多发一发下去 你就自己用正手上线 上手一点 对了 就说明 就说明他脑子 还是比较清楚 是吧 就说他能想在 跟教练想的一样 就说明他脑子 还是比较清楚 就一定要打乱 那个李小侠 不能让李小侠 站住了 给你来回扑了 来回拉你 两边抽着你 那就不好打了 你看一个抢攻以后 马上有两个变化 很快 这两个 你看一共才11分 一定要有变化 就在特别是11分之以后 现在我们统计以后 就说你包括波尔 包括你福恩爱 有一些他在发球当中 他都没有一个发球 是重复的 这看出中国女拼的基本功 这都是从小坐着板凳练出来 特别是反手 在女子的比赛 没有反手根本没法打 必须得反手有实力 正是好 需要有特点 但是反手没有实力 根本就没办法站住脚 是 你包括像冯亚兰 现在目前 为什么他水平好像突然 一下涨了很多 最主要的就是 他反手比过去好了 正手 显得更棒了 如果他过去 其实他正手 很早 从小就很棒 但是就是反手太弱了 现在双方在第五局 打成了5比5 太短了 拉的 但是整体 从头到尾的感觉 就是李小夏 还没有完全能够就 融入到比赛 持续的这种 能够很上风的 对 压制对手 是 但是呢 就是说 为什么 就是说李小夏 还是一直在这个主力的 就是说他在 被逼到那个份上 他那个反弹的那种能力 在关键时刻的那种 他还是比一般女孩 还是要强 你看真是倒在这种 特别大压力的面前的时候 比如绝境的时候 你看包括联赛 他已经不行 到最后 他能练用 广东亚运会 广东亚运会 最后输了以后 他团体第一个上场 是吧 他当时也知道自己身上重要 他临入场的时候 回头跟那个 国言说了一句 说我一定给你开个好投 然后就说 他还是 真是到那时候 他确实还是 还是行的 现在是在 痛苦的煎熬在场上 特别是这个 第五局 他还是 垂打的不够 垂练的不够 在这种痛苦的中 他老是容易原谅自己 遇到点困难 就送一送 跟中国人打 他觉得 反正说中国人 这种特别狠的那个劲头 不如前面的 像邓雅平 王楠 张艺宁 这些 现在看双方呢 在这局又打成了 7比7 我打得好了 木子 你看他 接着他轻重力量 他有时候 不行的时候 他就靠住他 他也不攻了 他关键 靠完之后 他现在啪啪啪啪啪 他有这种连续机关枪式的进攻 包括他弹完 他可以侧身 这个球我相信 对李小霞的 这个搏杀性还是很大 其实现在 这个李小霞应该 在快速当中加点旋转 他实际上转的 帮助他 帮助他 好 起来 两下进锅 该到有这球的时候 对 现在双方在第五局呢 就打成了9比9 发球的是木子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 今年世界乒乓球比赛的参赛资格 对 这两个人都没有获得过入场券 强 木子第二板 第二板测身的时候 时间晚了一点点 他走到第一板的时候 他没有完全抢到位 所以他质量没有完全出来 第二板呢就稍微想等一下 这球就漏了 而且他也没有手指 手外没有加力 再加点力摩擦也可以 拉点贼的这种球 起来 这球你看完全的侥幸 这种球 根本就没看对方 其实像这种球 你看 生交最怕的就是你看上他 弄他一个反手 他借不上力的球 生交是最怕的 他一动 你再往中手去 你看上他 搓得太平淡 太平淡 恨他一下搓死人家 根本不管后边球了 白短 反手清起 侧身卷 拉直线 哎呦 撇了一下 这球拉的 这个球都是太低级失误了 比如说人影退台了 你车一挂去就有 但是这个反过来说 木子他处理的还是比较巧妙的 他这个球本来想反拉 但是一看位置不好 轻轻贴了一下 球有点飘有点轻 这样木子呢就三比二领先 李老师 李老师 您还是最想问您的 就是两个都是你的队员 一个是木子 年轻选手 你希望他一黑到底 还是李小霞呢 继续保持 拿到这样一个参赛资格 嗯 你从从教练本身来说呢 呃 我觉得 手心手为都是肉吧 他 我希望还是他们俩 我都我都我都希望 都希望他们俩赢 谁谁吧 我其实我还是 都挺希望他们俩赢的 其实 呃 就是说木子 作为年轻人能打到这份上 确实也不容易 但是呢 李小霞呢 特别需要在这种 这么艰苦的时候 身体极度疲劳 反正年轻人 今天37度7体温 对 今天37度 完了以后 呃 又在这个家乡父老的 这个面前 今天省长 都都都来看球 就是这么大压力面前 他要能赢下这场比赛 可能对他那个 锻炼价值会更大一些 是另外 你是领导 省长都来看球 那你小霞这反手 也不能使太大劲 使大了也不行 全出界 所以乒乓球 你还 就是说这个 一定得各方面 适中才行 拔住 这场比赛 是 这场比赛 不过今天这场比赛离职 我们看到这个还是让我们感觉到很 很过瘾 因为这个速度两个人都很快 特别是木子 他不是两个反胶 两个人明显就是说这个球啊 可能打得更软一点 但是木子呢 他有这种带胶粒的 带颗粒的这种速度 而且他比过去的那些生胶 明显的就是逃通范围加大了 而且正手杀伤的也比过去明显大多了 他一出机会马上测身 一压出机会马上测身 你包括他发完球以后 直接抢冲 或者发完以后拉一板转了以后 人一挡再去连续抢冲 就是他得分手段明显比过去的那种生胶 进步了很多 就是你看现在这个明显感觉到这个黎小霞很沉 那个人非常沉 其实他身体疲劳确实是一个 但是就是说人如果要把自己的调动到特别兴奋的时候 是不会这样的 就是你再累的时候也不会这样 他现在还得积极起来 你看现在打这个球 应该很兴奋 你看打 傻了 自个儿莫名其妙 人没打着 吓自个儿一跳 就是这种 就说明他没有 还是没有 就是说 没调动起来 没有调动起来 有时候开局喊两下 有时候九瓶的时候 十瓶的时候喊一下 就没有说 这个人完全想看北京演员会 从头喊到尾 就那种 那现在这种局面 一个是看木子的发挥 能不能打得更好 再一个就是看李小霞的坚持 如果他的气再往下沉 这个球就肯定会越来越难打 他这种 就是人越不记忆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 运气还是运气 其实有的时候 都跟这个人的气 是有很大很大关系 是 你看他这球 一滚往回来了 你说你要是气顶一点 他就滚往过去了 这运气不就在你那 其实很多东西 体育挺微妙 就是说 你看这人有运气 往往都是水平高的 擦水平低的 现在小霞感觉 这个人还是有点沉重 对 就是显然特别没有底气 就是 而且他每出手 那一下都显然没底气 不 打那一下 人很顶 有点像夏立 不像奔驰 是 哦 好球 你看现在这个 就木刺打的 就是有点游刃有余的 他也不着急 不烧荒 你看 因为你看他还是 就是正手 还是有得分的东西 就是说 所以就是说 现在兵包车应该发展 就是说 你没有明显漏洞 但是一定要特长 要突出 就是你一定要一点 明显比别人强的东西 才行 好的 对 就是你是核心技术 就跟力小霞 你一定要转和柱 你一转出来 你一切都有了 这个球 木子是侧身拉的不够狠 也不够贼 对 落点也稍微差了一点 弹住 现在打起相持了 显得李小霞差半口气了 现在是吧 现在又倒个了 有点倒个了 原来觉得木子是28开也好 19开也好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是像 之前想象的那样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现在如果要再这么打下去 就是李小霞没有什么变化的话 这球就很麻烦了 纯靠运气了 现在 对 纯靠就看木子出错不出错 对 就看对方失误 始终没有打到自己的范围当中 现在7比8 不好 观众朋友您看到的是 我们在山东的朱城 为您带来的直通路的单 中国乒乓球女队的选拔赛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 成为 今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 有资格的选手 现在就是看木子这个 犯不犯错了 木子现在我估计这个 这个 这口气也在嗓子眼一块 也很紧 也很紧 其实他还是应该 他敢不敢赢 还是应该发下旋 这时候还是用自己最有效的 正手抢拉 发下旋 抢拉起来 拗掉 再冲 对 还是很聪明 你想到的 基本你也都做到了 别打相持 打相持实力上 可能利耀侠 他还会 还会有一些 这个空间 现在 木子赛点 拉起来有了 几比八 四比二 这样木子就获得了 201年 直通路德丹 中国乒乓球女队 新诺尔男装 对内选拔赛的 女子单打的冠军 获得了一战比赛的冠军 从而呢 也获得了 今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 参赛资格 你知道 确实他爆了一个大冷门 一黑到底 这匹黑马 您觉得 今天 这个 小将木子 是不是可以说 又 真正的提升了 自己的一个 在 中国女队也好 在这个 整个技术水平上 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从形状上 肯定是这样 但是最后实质上 能不能 真正上一个大的台阶 还看他 在后面呢 对自己的这种要求 自己训练 自己比赛的 对自己的 这种内在的那种提升 因为我觉得 他在技术上 应该说 肯定是上了一个台阶 但是他 但是他的人 能不能真正上一个台阶 还要看他自己 好的 那么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转播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是由李笋和杨颖 为您解说的 各位观众 再见 再见 你好 李小佳 赛前想到 这场比赛会这么难打吗 想到过 然后我觉得 因为 他打到今天这个分子上 应该说 他各方面都应该说 比较幸 然后技战处 包括了 之前也能过月 所以应该想到这个结果 那么 你队的这个七次直通选拔赛 已经结束了 作为主力队员 没能够获得直通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吧 就对你来说 是觉得自己目前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吗 或者你怎么评价目前这个表现 我觉得今天比赛到现在 好像拿了三个第二 是这次比赛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对我来讲 是一个新的起点吧 我觉得但是 不会动摇我对目标的坚定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对我来讲 可能暂时到现在 遇到一些困难 包括一些可能是 即在说 包括外界 可能对我的影响 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但我现在觉得 对我自己内心来讲 我还是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 然后回到下一步呢 还能系统训练吧 把我的一些好 哪个技术 技术那些风格 能够继续能够完善 那么在接下来的 蜂蜜积训过程当中 自己该怎么做 其实更多的呢 还是说 怎么能让自己内心 真正的强大起来 然后面对压力 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可能我现在最关键的是 到这个位置上 可能大家对我的期望 也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 我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 然后怎么能正反面 去面对这些问题 是现在我比较 比较关键解决的问题吧 没能够直通 对自己获得 这个路德丹的船票 会怀疑吗 不会怀疑 也不会动摇 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次比赛 已经结束了 好好去总结 包括总结 这一段时间的比赛 对我来讲 都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觉得 应该很好去总结一下自己 然后弥补一下自己的不足 然后更好的去完善自己 好 谢谢林小霞 谢谢大家 我给你带我